哈喽 今天是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薇 今天的市场又是一场暴跌 而且重要的是 这次的暴跌真正意义上令标普500指数是收在了熊市区域 也就是说从之前的高点回撤超过了20% 这令很多人真正感到了恐慌 因为历史数据显示过 标普500指数在熊市期间平均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真正的触底的 然而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之前的高点 而这场暴跌的背后就是人们对通胀依然没有明显触顶回落感到担心 认为美联储本周意外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正在大幅的攀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联储的这个话题 看一看鲍威尔现在面临的挑战给股市将带来多大的影响 其实最近由于CPI创造了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令很多人觉得美国的通胀似乎依然没有见顶 这令大家担心鲍威尔是否会走上沃尔克的道路 那就是大幅的快速加息 这也是股市投资者非常担心的事情 上季度70年代末 面对美国不断飙升的通胀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通过超常规的紧缩货币政策 大举加息 成功击退了高通胀 但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当时他曾经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超过20%的水平 但高利率的副作用也一度让美国经济陷入到衰退 失业率一度高达了10.8% 成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衰退 当然了 现在人们还没有担心鲍威尔会将美国的利率水平 推高到那个时候如此高的水平 但毕竟这也注定将成为一次史诗级的加息周期 而且很有可能的是美联储将进入到沃尔克时期之后 最猛烈的一轮加息周期 毕竟自石油危机以来的40年内 历任美联储主席都没有面临过如此之高的通胀水平 所以大家还是会担心 如果鲍威尔继续的大幅加息 美国是否会陷入到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甚至是陷入到一场滞胀 也就是停滞性通胀的局面 这对于股市毫无疑问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了 不过这里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美国上世纪70年代长期滞胀是需求强劲 制造业转出供给冲击共振的结果 而这样的局面在目前的美国其实很难重现 首先就是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 那就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新生儿 转化成了美国的人口红利 这批年轻人的崛起 刺激了美国消费与地产的需求 此外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美国中产阶级的占比是超过了60%的 而眼下则是低于50%的 这对于美国消费是形成了进一步的提振 但不久之后 由于高成本导致美国制造业在70年代大规模的转出 这对于中产阶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供给冲击 以及美元的大规模贬值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美国才出现了当时的长期滞胀 而目前美国人口结构与中产阶级的占比 都和70年代的时候是天差地别 加上特朗普开启的制造业回归的运动后 拜登的新兴产业战略 也令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占比是有所回升的 进而导致美国并不具备持续高通胀 以及滞胀的基础 另外就是 这次的通胀和疫情引发的供应力危机 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冲击 但这些因素对于供应力危机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能源价格的影响 并不具备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 所以考虑到刚刚提到的中产阶级占比的下降 以及制造业 并不存在大规模外移的风险 衰退风险可能会存在 但是长时间滞胀这种大萧条的局面 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局势而言 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对于鲍威尔来说 现在并不具备那种不顾一切的 去压制通胀的需求和紧迫感 这一点和沃尔克时代相比 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换句话说 这次鲍威尔开启的加息周期 肯定会是一次史诗级别的加息 但美联储还是会继续考虑到经济的影响 希望的依然是寻求控制通胀 和兼顾经济增长的平衡点 然而美联储目前预计的是 今年的核心通胀率将为4.1% 加息之后明年将下降到2.6% 并预测今年的GDP将增长4% 而到2023年将降至2.2% 而预计失业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至3.5% 并将维持在这一水平 所以可以看出 其实美国经济的状况还不算太糟 只要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不会从现在预计的年底就可能到来 而进一步提前的话 这样看来美国依然是有着足够的经济能力 去抵御这样的风险的 况且美联储虽然将长期的通胀目标 是放在了2% 但目前已经给出过态度 愿意更长时间去容忍通胀高于这个目标 而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 油价和疫情引发的供应力危机 并不是美联储光通过加息 就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 而且考虑到这次疫情和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很多事情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状况了 例如像供应链的转移和逆全球化的出现 这些都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就算回落 也会较长的时间维持在长期的目标水平之上 那既然更加激进的加息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可能会把经济搞崩的话 那美联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我还是会觉得 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维持目前的鹰派加息路径 但真正要出现沃尔克时代那种不顾一切的加息 还是小概率的事情 投资者依然是不用过于恐慌的 看好的股票依然是可以继续拿住 那如果有朋友担心这些股票也会受到大盘的拖累 而继续下跌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的是 要么通过看跌期权来做个保护 还有就是更合适的 应该是通过cover the call 也就是卖出看涨期权来提供一种变相的保护 那由于市场整体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 那真正的拐点依然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持有股票并卖出对应的看涨期权 相对来说还不至于导致自己真正的要卖出这些股票 可以达到继续持有的目的 而且还能够通过收取期权费来抵消一部分股价上可能的损失 或者拉低未来的持仓成本 那眼下投资者毫无疑问 需要密切关注的就是本周三的美联储6月份的利率决议 看看是否真的会出现75个基点的加息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那就还需要关注的是 鲍威尔对于75个基点加息的这种可能性是什么态度 是会继续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还是会留下余地 这对于投资情绪的影响就至关重要了 还是那句话 现在美联储加息对于美股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情绪面 因为基本面的影响呢 其实应该已经被市场所消化了 那明天呢 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这个PPI和CPI联合到一起呢 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判断 目前美国的一个物价水平 同时呢 还能够去更好的判断一下 美国的这些公司 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将物价成本的上涨呢 转化给消费者 这对于相关公司的利润表现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所以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 另外呢 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石油学会 也就是API的原油库存报告 这对于能源价格以及能源股呢 也会带来很重要的参考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 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可以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